我相信比赛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少声响了犯规 裁判正在赶往事发地点 不知道会不会给牌 门将冲出来把球抱住了 张鑫 漂亮的过顶挑船 球进了 他们先下一筹 这个进球来得很早 他们将早早地占据心理上的优势 这样后面的比赛将会更好打呀 这次是一脚挑船 跃过了对方的防线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人家把球挡了下来 安娜玛利亚 斯尔诺哥切为期 他这次的选择是内切 这个传球没处理好 缓过了防守队员 抢在对手之前拿到了球 这球是门将的了 往双 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界 接外球 看这个转移 供入对方半场了 一个极具威胁的船中被防守队员及时的破坏掉了 射门被挡住了 感觉他这一门心思都用在如何发力上了 是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射门偏的离谱 射试横传找进区里的队友 哇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都没打进啊 两个球的优势和一个球 心态上那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太可惜了 就是啊 利亚瓦尔蒂 库姆巴索物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不可能被扑出来的 被多名后卫围住 但是球依然是打进了 这个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 打门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 不过他做到了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视野很开阔啊 转移得不错 球出界了 现在是界外球 利亚瓦尔蒂 基拉尔蒂罗伊特勒 文将做出了精彩的铺就 开出的角球飞向了进区 投球顶得不错 角度是偏了一点 希望他下次能做得更好 姚令威 张鑫 张鑫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 这球该有了吧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首先是这脚极具威胁的传中球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目前的比分是2.1 脚球利用好了 也能扳平比分 脚球开了出来 被防守方解围了 往说 往说 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扳平机会 这种机会可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呀 可不是吗 上半场比赛时间快要到了 中队暂时比分落后 不过好在分差并不大 到了现在 双方依然只有一个球的差距 而在我看来 这一个球的差距 随时都有被抹平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半场到现在 双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直接起脚打门 本将也是毫不逊色 轻松做出了扑球 库姆巴索雾 球被他们拦了下来 这球毫无难度啊 门将轻松拿下 王珊珊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单刀球的机会 这个球进了之后啊 双方继续互不相仗 保持平局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双方暂时打成2比2平 安娜玛丽亚 斯尔诺哥切尾奇 埃塞奥萨 埃格伯供 很大胆的防守啊 这这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机会到了他脚下了 刚才的反击非常漂亮 无论是对持球队员的接应和保护 还是无球队员的穿插跑动 都非常有条理 但是最后的打门呢 确实质量不高 哎呀 辜负了整个反击过程中 对我们的努力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是一分钟 张欣 烧音响起 上场比赛结束了 双方回到场上 继续这场世界杯小组赛下半场的争夺 这种滑铲啊 非常不好掌握啊 而且你这个动作呀 我觉得稍微掌握不好 很容易吃牌 看到裁判向他走过去 他就明白了 黄宝石卡预定 他应该明白自己的犯规有多严重了 对啊 对手再次拿到球权 打败还没有名胜 对 这球是给了有力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刚刚还说啊 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话音未落 你看球权就被对手拿走了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有机会领先 多好的机会啊 还是被他解围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带球突破了对手 机会来了 能取得领先吗 哦 又进了 一次完美的表演 成功上演帽子戏法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利亚瓦尔蒂 埃塞奥萨 埃格伯供 对手很难拿住球啊 王珊珊 王霜 得分的机会 这球又进了 双方交出了半天 但他们突然发力 连下两成 球迷就是为看这个的 积极的进攻 过人简单明了 破门干净利落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库姆巴索悟 安娜玛利亚 斯尔诺哥切尾奇 漂亮的响断 帮助球队赢回了球权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逼抢 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 张欣 这球要是进了 分差就拉得更大了 库姆巴索悟 安娜玛利亚 斯尔诺哥切尾奇 判断得很准 实际也抓得好啊 很好的一次拦截 王霜 他们获得球选 王珊珊 他对周围情况 还是有很准确的预判的 从而提前判断到了 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 这个产球没做好啊 搞不好这要拿黄牌 谈判队才出示了黄牌 没错 方卫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可以起脚了 千钧一发呀 诺埃尔玛里茨 安娜玛利亚 斯尔诺哥切尾奇 缩小分担的好机会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追分机会 但他们真的错过了 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人站出来 提醒他们一下 他们还两球落后啊 这次抢断啊 充分体现了 他的防守意识 库姆巴索物 阿里莎来曼 门将这一下真是不错啊 直接飞升铺就化解了危机 脚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 铁围不到位啊 跃得不多 但还是跃位了 李孟文 传给了王珊珊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库姆巴索物 传给了罗伊特勒 对手的这次进攻 就到此为止了 王珊珊 对手成功拿到球权 是时候发击反击了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 这次反击的机会 玛利亚斯尔诺格切尾棋 比赛的悬念又重新回来了 他们现在只落后一球 比赛已经进入尾声阶段 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必须充分利用每一次进攻 比赛被改写成了4比3 比赛仍然还有变数 毕竟只有一分之差 五分钟后啊 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了 王珊 直接打门 精彩的扑救门将做到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啊 现在就跟他们能不能在剩下这点时间里追平一球的分掺了 是 球被碰出界了 进攻方获得脚球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并没有完全解围 从横梁上方把球打了出去 再来一次 又是一个脚球 这个结尾没有处理好 球还在危险地带 漂亮在门前抢到了球权 马上又可以进攻了 姚灵威 球迷都在大喊 打门啊 还能一追定音吗 还是差了一点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难啊 比赛到此结束 他们今天状态优异